我們就先來看 因為RTS-135 就相較於過去 我們可能比較習慣說 我買一台125 那你現在發現 我有135的新選擇 我值不值得選 該不該選 有哪些優勢呢 我覺得他們 開闢了一個新的戰線 那它很厲害的就是 125其實我們常常在玩車 就知道125的引擎 拉轉的順暢度是非常好 但當你的排氣量變大之後 你可能會帶來震動會比較大 所以它就剛好在150 這個震動比較大 125比較順暢之間 塞了一個135 那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它達到了 擁有150的快感 然後同時又有125等級的順暢度 當然我覺得 開始講它規格之間 我們還是講講它的外觀 我覺得身為一個設計師 我還蠻想分享外觀 因為當時我們試駕 是蠻特殊的 是它是偽裝車的狀態 就先讓我們媒體做試乘 然後當時在偽裝車的狀態下 我其實有點擔心 偽裝車的狀態 你看到什麼你擔心 我覺得因為它的面體 有點太完整 然後會顯得有點大 你是說你怕它不夠有線條 好像有點單一的感覺 因為你如果全部都遮起來 你會覺得上面就是一個塊面 然後屁股也是非常地長的一個塊面 那我其實當時身為一個設計師 我就覺得這真的有 你是不是在想說 你就這一個面 你能玩出什麼變化 對 我當時真的很擔心 那你掀開 結果掀開 我真的覺得原來他們藏了這麼多好東西在裡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鷹眼大燈 我覺得它很厲害 它鷹眼大燈直接貫穿到車的兩側 等於它把整個面體都切開了 這是所有設計裡面比較少看見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造就出整個車頭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面體 但是它是一個輕量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 它也利用跳街的部分 你看到這個白色的這個有點珍珠的烤漆 它下面就用膠殼 等於貫穿整個從燈的兩側直接拉到旁邊 車尾的部分就是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 讓車尾的量體縮減的方式 通常都是前後切割 但是他們卻採用了上下切割 你看上面是烤漆的部分 下面是膠殼的部分 這是我們過去也是看比較少 因為如果它為了要保持它車廂底下的空間 所以它通常車尾會做得很大 那我覺得對於設計師的考驗 就是你如何在這個量體底下 做切割來創造出輕盈感 那其實它的車頭是做得很收窄 然後那個眼神是很殺的 但是到車尾它這個寬大 它就必須要好好的把它做 煤化跟收束 那我覺得另外厲害的點 就是它車尾的部分 它車尾用上的材質 也是我們過去比較少看到 你看它這邊有個獠牙 其實他們在廣告預告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獠牙當作是它的音內局 所以當時我們看過很多車尾燈的設計 比較少看到這種獠牙式 而且它在旁邊是用一個霧面式的呈現 然後中間是用一個透明式 這也是我們在尾燈上面很少看見的 另外在方向的部分 你看它也不會跟本來的設計做在一起 它直接在旁邊 好像也是兩個牙齒 垂在旁邊的感覺 我們可不可以亮燈 可以啊 讓大家更明顯的看到 它的這種 阿Ben一直在講的 其實它的線條裡面 這種設計的元素 還是讓你蠻肯定的 我可以亮起 所以你看它兩側有一種很像夜店霓虹燈的感覺 而且它在急殺 還會有閃燈警示對不對 對 當你在賽道上面 或者在公路上面 你比較有緊急刹車的狀態下 它本身就會有自帶一個自動閃爍的功能 讓後面的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前面的 它還是優關安全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它在這些配備部分 我覺得都給的非常好 當然在很多細節的部分 我自己也注意到 因為當時其實偽裝車包著 我們能看到的東西很有限 但是我就從它的椅墊底下 我們很難想像 原來它椅墊底下 椅墊下面還有什麼玄機嗎 好 當時我就看到 原來它連椅墊底下都壓壓穩 有啊 所以他們這一次 在很多細節的部分 他們做了非常多的壓穩 那我自己很在意的一些小細節 比如說像這個踏板的壓穩 跟這車頭的壓穩 有沒有做一些呼應 那我覺得他們這次都做得非常好 每個壓穩並不會有一種 好像無中生有 然後完全沒有相關聯的感覺 它的整個設計的image 是液體貫穿式的 那當然在儀表部分 它則是一個高對比的 一個大面積的液體儀表 現在年輕人大家都想要大面積 那它這個高對比 在我們試成的那一陣子 其實整個觀看儀表的清晰度都是非常好 然後再來它也搭載了TCS系統 TCS系統的轉速燈的設定 還有它其實有分兩個版本 對 一個是雙疊版 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頂規 是 其實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當然不只135之外 它還有125CC 然後還有一個隱藏版的165CC 但我先講講135 我在三道上試乘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練車的時候 常常在琢磨關於車輛的配重 車輛的幾何 我可以說在車應該是我在三道騎過 這個等級的車 從來沒有騎過這麼好騎的車輛 可以感受到光陽它 他們那個深厚的調教車輛的功力 阿伯你有時候坐上的車 我們感覺一下 是 我覺得這台車第一設計 有長在你的審美上 你剛剛都會長的時候 看很多細節 我覺得我會講很久 我覺得我講不停 對不起 那你現在這樣坐上的車之後 我們更可以感覺到 這台車 無論是你騎乘的坐姿 騎起來的感受 從發動的那一刻起 它就有展現一些優點 對我還是提一下它的動力 它是135CC 然後14.2P的動力 其實它的動力 加上它的ISG之後 我可以感受到 它的整個加速感是非常綿密的 然後你每一下的動力 你灌油門它的轉速 踹你的那個感覺 是修得非常的細 以前我們在試乘 常常會有的車 在前面比較踹得比較兇 後面沒力 或是前面沒力 後面有力 但是我覺得它整個線 那個線的曲線 是修得非常順暢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上山之後就很快 可以進到跟這車 人車一體的情況 而且你在山路裡 會不會在意那個傾角 會 它的傾角 我跟你講來到了45度 所以非常非常的充足 然後他們也是標榜 他們是同級車最輕 124公斤的車重 又輕量化 他們的種種設定 都讓這台車 創造出一個極致輕盈俐落 地球王機械從電視螢幕 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 Toyota的全球 一個支速力道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擇 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們 地球王機械邀您 一起上線 正確 每步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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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